李登宣告 大陸會 大家好 阿王辣爆 今日就要辣移民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 去年入境署公布香港移民的数字 去到7600宗 比之前年6500宗 增加1100人 增幅是百分之17 回復2016年7600人 另外香港每年去内地做事 或者是生活的 是达到三四十万人 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移民 这么多人要去内地去生活呢 为什么香港不可以安居乐业呢 俗语讲人望高处水向低流 又说梁琴杂木移妻 其实都说明一个情况 但就是香港不移居 香港不是很适合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香港搞成这样呢 其实无非都是几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最痛就是没有啞射头 就是住的问题没有解决 回归二十几年来 申请公屋 轮后的时间 越来越长 越来越久 政府说 轮后不超过三年 这个承诺 早就破产了 现在轮后公屋已经去到六十五个月 大家说了 是多么离谱呢 一旦政府有这个租者 这个居屋是推出来 无论六表白表都争斑头 都来令到是向遇者众 香港市民最惨的就是 整世帮地产商打工 不止一代人帮 还要两代人工 那你说了 是不是整世做楼奴呢 好了 为了层楼 当然拼命去寻食 拼命去寻生活 拼命来希望 是可以供到楼 一世人做两世工 三世工 但是又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不是啊 香港就业行头集 不外乎金融贸易 物流旅游 地产 老实说 香港本来一枝独秀的建造业 由于政府 政府每年推出来 每年推出八百至千二亿的公共工程 被立法会反对派拉布 想做好一些做多一些都不给你 其实香港的建造业本来是每年是二千亿这样的经济规模 一半就已经被反对派拖死 所以建造业一时就饱死 一时就饿死 第三犯 教育 教育也不行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各大专院校成为皇位兵的灾培发展的重灾区 那些大学教授占中犯法 这个好似姓大的 好似等等的之流 姓陈的等等之流 一样判了监 没有解雇他们 一样继续 现在拖而不决他们的教职 老实说 香港的市民很聪明的 那些子女还去送入这些大专院校 被培养成皇位兵 有路都好走 所以香港的名牌大学 现在不断倒退 所以我们看看 香港移民增加 去外地找食增加 其实是多种原因的 留家贵 难找工 大学越来越倒退 香港怎样 还是移居的城市 香港就变成 是罪犯的天堂 逃犯的天堂 香港备受困扰 就是成为全中国唯一 假难民示弱的地方 政府 因为这些南亚假难民 已经浪费了几十亿 还要继续浪费下去 真的离了 所以归根结底 就是政治是否清明 政治是否黑暗 我们看看 香港的司法的情况 越来越倒退 就是造成香港难以移居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看看 2014年 非法占中 占中前 立法会被政治黑金操控 4300万的政治黑金 全人都知道 这个烂果部 这个黎智英 去收买行贵立法会里面的 各大的反对派的政党议员 和政治领袖 4300万大难 派的认了 收的认了 结果怎么样 搞到立法会 那几年被不断拉布 就绝对了 因此也都搞到建造业 开工不足 一时饱死 一时饿死 但是 即使如此 新任的律政司上场 21日 查都不查 上任律政司 就说资料太多 查不及 很多资料 但是现任律政司 就竟然 一不勇笑 包庇放生 这样 还是不是 政治 很黑暗 搞 反 这个 佔中 搞 这个 79人 搞乱香港 这帮 立法会 这帮 在 政党 社团 的领袖 被放生 不被追求 结果 拖了几年 然后才告 九男女 但是 告这九男女 告了 刑期 都从 轻 量刑 结果 最高 都是 16个月 判8个月的 还被他 换刑 喂 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非法占中的搞手 根本 没有认错 根本 没有道歉 亦 没有悔过 没有悔过 都可以 换刑 换刑是什么意思 换刑是 立刻 给他 离开 不用坐 这样 都行 就是这样 香港的社会 就搞成这样 反中乱港 就是逢空化吉 爱国爱港 就粉身碎骨 现在 就是正正这帮 反中乱港的分子 就去 为那些逃犯 张目 为那些罪犯 出声 反对这个修改 逃犯条例 在这里 大放缺词 去到外国 唱衰香港 认了美国佬的需要 去美加 去欧洲 唱衰香港 去配合美国佬的贸易战 还说 香港 需要 这个美国 去考虑 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 有没有搞错 政府 就是纵容 包庇这些 这样 要 倒香港米的人 去破坏香港民生的人 要打烂香港人 饭碗 破坏香港人 做生意的人 还保障他们 保护他们 占中狗男女 告完之后 放声器 就说 不打算 再告了 到此为止了 这样的律政司 有没有搞错 这一届的律政司 上任以来 已经 坏事多多了 最近又被人踢爆 被劳 做仲裁 没有申报 有没有搞错 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 香港 这个 是律政之首 都应当 以身作证 避险 应当公公正正的处事 怎么能够 不清不楚呢 你做了律政司 很多东西要做的了 竟然 不无正业 失职独职 占中案 你不继续去追查 还有 39个占中狡猕 为什么不摆上法庭 还有四分之三 的占中分子 为什么不摆上法庭 为什么这么多正事 你不做 做了那些不务正业的事 是不是很离谱呢 搞到香港 发自不将 现在 令到香港 无论做生意的 打工的 的职业生意 受威胁 被反对派 配合 以美国为首的 八国联军 将香港 作为 是中美贸易谈判 的一只棋子 来威胁 这样的情况 就是跟 施政 不清明 施法 不将 完全是有关系 所以 有什么办法 不令到 香港人 心淡 爱国爱港 就一摸一摸 反中乱港 就是升官 法财 很离谱 所以 我觉得 要解决 香港人 有信心 香港人 不移民 香港 能够移居 就必须要政治清明 就必须 司法 是能够 得到公正 法治 能够得到彰显 香港人 真正 受到公平公正 的法律保障 东方日报记者 被黎智英 刑事恐吓 的案件 续续拖足 两年 还有几人 又是六四 政府为什么 拖了这么久 都不去检控 包庇 纵容 这个刑事恐吓 的案主 的兇手 仍然 就可以被黎智英 逍遥法外 一样 遥武扬威 搞完一次 两次大游行 可能就来又搞第三次了 在那儿恐吓香港人 在那儿散布 反中乱港的 舆论 一样 不需要 受法律的制裁 一样 可以 搞乱香港 作威作福 这样的香港 谁还想留在这儿 请各位 评评 道理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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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